Hello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2 今天小米众筹正式上架了奇迹智能山地自行车 该车主打极简实用便捷11档变速智能定位防丢设计定价1999元 有趣的是智能定位模块内置2600mAh可充电锂电池 支持移动电源充电 想问没电了还能定位吗 定位拆掉了还能找回来吗 好吧 貌似我的问题有点多 而在另一边传言即将在8月21日发布的小米新机红米Note5A 现在该机也正式现身工芯部了 新机配备505英寸720P显示屏搭载骁龙425处理器 前置500万后置800万像素摄像头 两机运存16G的存储空间内置3000mAh的电池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机身上我们并没有发现指纹模糊的存在 不至于吧 这都省了 按照计划三星很快就会发布最新的旗舰机型Galaxy Note8 现在该机也正式现身GFX半区数据库了 从图中来看 新机将采用6.4英寸18.5比9的显示屏 分辨率为2960×1440 搭载Exynos8895处理器 6G运存64GB的存储空间 至于国航版则将换装骁龙835处理器 预计在9月底正式开卖 此外有消息还透露三星的GearFit2 Pro运动手环 也有往一同亮相 其搭载三星自家的Tizen系统 并且支持防水可以检测游泳时候的运动消耗 不过话说现在我已经对各种手环无感了 攒钱买块好表吧 今天中国中车研发的12米纯电动智能驾驶客车 正式对外亮相 可容纳80人最高时速达到40公里每小时 车周身共有8个传感器 用于识别周边车辆行人等障碍物 行驶过程中方向盘自动左右转动 微微调整行驶方向 小编就想问如果交紧向他挥手 他会停车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及数码体验 欢迎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wizzer.com 当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wizzer 获取每天最新的推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